淡水区平顶路去年发生过机车女骑士 要超过前方游览车 却造成骑士跌倒被游览车撞上的死亡车祸 所以市议员陈伟杰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议员陈伟杰就表示 除了危险道路横窄行人也不好走 也要求市府要改善 在淡水区平顶路102号到120巷口 在这之间的路面 去年发生过机车女骑士 要超过前方游览车 当时道路狭载 只能够从路边的侧沟水泥铺面骑过去 但是却造成骑士跌倒 被游览车撞上的死亡车祸 为此日前市议员陈伟杰 以及干征里长王信从 会同市府养工处去工作等单位到现场来会刊 并且商讨解决改善事宜 之前有一些一个死亡的车祸 就是因为有高低落差 当然这不完全是高低落差的问题 或许是驾驶人也有问题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尽量把路的每一项设施 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把它设想做到 把它改善得非常的完整 里长表示这一段的路旁水沟铺面 有高低落差的问题 虽然不属于行驶道路 但是平顶路狭小难免会有机车骑士 要闪避路况被迫骑到侧沟上的情况 而为此里长也希望可以将这一段的侧沟铺面 做到平整也比较安全 而市议员陈伟杰也相当关心 并且表示这里的路幅狭小 行人也不好走 因此也要求市府必须要有行人的安全行走空间 我想相当团也同意 先就既有的这样的一个 行人可以走的路线 做一个重新的铺设 也预计可以在六月完工 所以说先让行人有一个舒适 可以走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人行的道路 未来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做一定的征收 把这样的路幅再做一个拓宽 也让我们这个住在平整路上头的居民 可以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人行步道 走到底下的一个捷运或是公车的转运站 议员表示除了去年底的车祸 所造成的不幸 附近居民也向他反映 这里的行人空间不足 要走到台二线去转成轻轨都没有人行到 因此议员也要求相关单位要在六月前 以既有的空间去重新铺设铺面 而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在平顶路 朝向土地征收进行拓宽 才是最好长久的解决办法 记者许多万一带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